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我们开始给大家带来假铁城的卡巴内润第一集 故事开始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部蒸汽朋克动作生存剧 时代剧蒸汽朋克丧尸的设定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应该喜欢看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发车 巨大的蒸汽列车代号假铁城 它以极快的速度在大地上奔驰着 然而奇怪的是 它却几乎不会在任何小型村镇中停靠 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 全世界的人类特别丧失病毒所感染 被感染者会变成吃人的残暴怪物 这些怪物被钢铁覆盖的心脏很难被破坏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整个人类已陷入了灭绝的危机 世人称这些怪物为卡巴内 为了对抗卡巴内的威胁 东方国家日之国的统治者们 在各地建造名为义的城战 用于来往义之间的 只有经过特殊装甲制成的机车 而假铁城便是这些机车中最著名的一辆 在假铁城运营行驶的过程中 车上随时会配备用于 清除外围卡巴内的武士们 即使是他们经验丰富 英勇善战 可是仍时不时有武士的肢体被咬伤 前一秒还是同生共死的战友 后一秒就会对着被咬伤者 以枪相向 然而在这个人类生死存亡之秋的大背景中 舍弃他人生命 以换取自保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 被咬伤者 往往也会使用自绝带 烘碎心脏的方式自裁 不过每个时代都有混迹底层 但绝不放弃的人 我们的男主生居 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 来自于贤金义 以蒸汽断野为生的他 一直想制作出一款 能够有效打击卡巴内的武器 然而每次实验都以失败而告终 目前的假铁城内 还有一个神秘的少女 这个似乎受到武士们特殊照顾的女孩 她用空灵的眼神 看着车外的风景 此时假铁城一路向前 即将开往她既定的目的地 贤金义 由于前一晚熬夜实验 并且实验失败的生居 第二天居然上班迟到了 当她来到蒸汽机断野所后 也把关于自己再次实验失败的牢骚 全部吐槽给好记友成生来听 不过在成生看来 生居是想入非非了 毕竟对抗卡巴内还有一个武士 用不着他们这样的普通工人成英雄 谈话之间 成生提供了一个解决性方案 生居听后替胡灌顶 立刻打算回去重新试验 没想到这时 蒸汽断野所却来了一位大人物 目前治理显金义的大家族长女 四方川昌浦小姐 一同陪同的还有四方川家 忠心的武士 造访蒸汽断野所的昌浦 是为了修理父亲的短筒 生居对于认识这种富家千金 并没有什么兴趣 毕竟她现在全部的心思 都用在新武器的研发上 然而 长浦小姐还是一眼从人群中 看到生居的背影 碍于四方川家的名声 生居还是极不情愿地走上前去 并且从长浦小姐手中 接到了那柄短筒 这种短筒压根无法对付卡巴内 所以结果短筒的声据 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 长浦小姐 这种武器到底是对付谁的呢 长浦并未想到 眼前的断野工人 能对自己出言不逊 竟然被他问呆住了 此时 甲铁城终于缓缓地开进了显金义 甲铁城通体的血污表明了 这一路属实艰难 而他们也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人类另外一座城池 宿古义沦陷了 所以甲铁城到达的时间 比预期时间早了一天 所有车上人员的则是严格的全裸式人体检查 所有有外伤的人会被立刻隔离观察 直到确认无误之时 负责甲铁城清理的工作 则是由甲铁城这种底层工人来做 就在他和乘生对残留在车上的卡巴内尸块 进行分析的时候 也见到从车上下来的神秘少女 这也是甲铁城平第一次见到这个少女 他和他的兄长是险金义城主的贵宾 两个人没有进行任何身体检查 就被四方船家邀请到家中做客了 此时一个疑似卡巴内的人 仓皇从车中跑出 所有巫师的枪口全部对准了此人 就在他即将被射杀的时候 圣巨勇敢地站了出来 并且挡在此人跟前 他的此番表现也引起了那个神秘少女的注意 毕竟就算被怀疑是卡巴内 也需要关押三天看是否有所变化 现在当天就要处决疑似人 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可是巫师们当然不会听从一个下级工匠的话 他们一用而上打翻了圣巨 就连他包裹中藏好 用来实验的卡巴内肉块都掉落在地上 而那个疑似之人也趁机逃走 所以巫师的枪还是集体射击 身中树弹的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人死了就代表他压根不是卡巴内 圣巨大声地表示抗议 然而他的抗议却引起了城主尖将的不满 一意孤行地将圣巨关进了牢中 到了晚上 神秘少女悄悄离开了四方船家的府邸 他的目的就是尖牢中的圣巨 毕竟啊 圣巨收集了卡巴内肉的举动 让他很好奇 他告诉圣巨自己的名字叫做吴明 并且问起了白天世界中圣巨心中的想法 毕竟一般人碰到这种事都是袖手旁观的 可圣巨却觉得袖手旁观本来就是错的 圣巨的固执让吴明觉得很有趣 而当他说人类不能因为恐惧 就抛弃人类原本就应该具有的品德的时候 吴明更是对眼前这个雷弱的少年充满了好奇 午夜另外一辆蒸汽机车也即将驶入险惊意 然而距离如此之近还保持着如此的高速 这样看守人员心生怀疑 仔细观察后才发现 原来这辆汽车已经被卡巴内所控制 吊桥已经来不及升起 这辆汽车就这样以极大的惯性冲破了战桥 狠狠地撞入了险惊意的城郭大门 巨大的爆炸让整个城市亮如白昼 所有人也在瞬间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 果然在撞毁的车头顶部 无数的卡巴内满山地爬了起来 他们潮水一般的涌入险惊意 市民就成了他们历史下的亡灵和史物 靠着人数稀少的武士 压根无法抵抗数目如此巨大的卡巴内 更何况城墙的缺口 还有数不尽的卡巴内涌入城中 城中陷入的混乱 也让生剧从监牢中逃出 他一路飞奔的方向 正是放着实验武器的家中 整个险惊意 瞬间便沦为了人间炼狱 人们压根无法从四面八方 涌来的卡巴内手中逃出 无论是无名一行人还是四方串家族 此时都已做好放弃险惊意的准备 毕竟所有人唯一的生路就是甲铁城 为了进行实验 生鞠切开了自己的胳膊 用鲜血吸引一只卡巴内跟他回到家中 最终实验获得了成功 关统直接击穿了钢铁覆盖的卡巴内的心脏 然而生鞠却因此被咬 基于对卡巴内的了解 他为了防止自己的卡巴内化 他对自己用了极度惨烈的方式 最终完美地阻止自己的转变 而无名的家臣也由于被咬而使用了自绝带 轰才独自面对卡巴内的无名 终于释放了他原本的战斗力 在他的异计之下 强大的卡巴内应声倒地 这个神秘少女无名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们的生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喜欢看我解说的小伙伴们请关注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